大家好,我是家宝妈妈 今天将和大家分享 蒸面包 不用烤箱 非常蓬松暄软 很好吃 很轻,感觉像棉花一样 不用机器 不用使劲揉面 松软又拉丝 现在开始做吧 准备温牛奶210毫升 温牛奶的温度 36-7度 准备一个鸡蛋 带瓶重约55克 酵母3克 白糖15克 把这几样东西搅拌混合 准备高筋面粉350克 分次加入并搅拌 准备盐3克 无盐黄油25克 接着我们用手 来揉这个面团 揉着揉着 随着这个黄油的融化 这个面团就会开始粘手 再揉着揉着 揉约2分钟 这个面团就变得很柔软 但是一点都不粘手了 这是一个偏软的面团 但不粘手 盖上松弛20分钟 准备一个馅料 去皮的洋葱 150克 切成约1厘米的洋葱丁 备用 去皮的土豆150克 切成0.5厘米大小的方丁 备用 炒菜锅里 倒入约15毫升的油 加热 倒入牛肉馅 200-250克 用中火 翻炒这个牛肉馅 接着加入洋葱丁 翻炒几下 加入土豆块 继续翻炒几下 盖上盖子 中小火焖10分钟 10分钟以后 打开盖子 洋葱和这个土豆块 变得柔软了很多 加入咖喱粉 一茶勺约2克 盐4-5克 一茶勺 这个样子 加入罗勒叶 半茶勺 再翻炒几下 盖上中小火 继续焖2分钟 倒入两大勺 约30克的番茄酱 就像这样 再稍微的翻炒几下 盛出来 放到盘子里边 晾凉备用 20分钟以后 面团经过饧面 松弛 变得柔软了很多 直接放到案板上 一分为二 先把一半放回到面盆里 盖上盖子防干 把另外的一半上面 撒上一点点的干面粉防粘 接着就像这样 用手按扁 再撒一点点的干面粉 用擀面杖擀开 翻个面 继续擀 擀成一个长方形 36厘米长 24厘米宽 在中间做个记号 分成三等分 每一份呢 是12厘米宽 24厘米长 接着就像这样 把另外的一头打薄 放上两勺 我们刚才做好的馅料 薄起来 把两边按紧 开始裹 做这个面包的造型 很快 一个面包生坯 就做好了 接着把剩余的 每一个都像这样 切19下 分成20个小细条 把另外的一头打薄 包上馅料 一条一条就像毛线 面一样 非常的漂亮 重复刚才的动作 很快 我们就做了六个 面包生坯子 接着在一个 九寸圆形烤盘的四周 涂抹一层 无盐黄油 底部铺上一张烘焙纸 接着把做好的 六个面包生坯子 逐个摆放进去 摆放成一个圆形 就像这样 漂亮不漂亮呀 接着在蒸锅里 加入温水 盖上锅盖 发酵一到一个半小时 一个半小时以后 就发酵到双倍大了 看它们白胖白胖的 非常漂亮 盖上盖子 大火蒸 水开了之后 继续蒸25分钟 关火后等8分钟 再打开盖子 哇哦 非常漂亮的 蒸面包 一点也没有回缩 一点也没有塌陷 蒸毛线圈面包 这个面包体和这个烤盘 自动的这个边就分离了 趁热脱模 非常的蓬松 渲软 好香啊 非常的好吃 感觉很轻 就像棉花一样 希望你喜欢这个食谱 欢迎朋友们订阅 关注点赞 留言和分享 谢谢观看 下次再见 再见 再见 感谢观看